嗨大家好我是居然 今天這影片我要來回顧颱風天 颱風天能吃什麼跟颱風天能做什麼 來回顧我小時候 到現在所經歷的颱風天差異非常的大 小時候要來我是住在桃園某區的一個三合院裡面 那它是一個非常溫馨的一個小房子 一樓而已 一間兩間三間 然後我睡在大門口的大通鋪裡面 每當颱風一來 外面刮著大風下著大雨 我們家裡面就會下著小雨 我每次都會聽著那個雨滴這樣 有時候不是滴 有時候 以前颱風天給我的印象是非常的可怕 感覺屋頂會被掀起來那種感覺 三合院的是有那種浪板聲是不是 它不是浪板聲 其實上來 goal 頂啊 它是木頭 聽到的時候那個木板就是 為什麼它會漏水 因為它上面的瓦片 retailers吹走了 所以譬如是每次颱風完結束 我們可能就上去補東西 颱風天一來 我老媽一定會先給我一樣東西 我們就先把它當手電筒 他一定會給我一把超級大把的手電筒 因為我小的時候 我非常的怕黑 大家也知道 住三合院住鄉下 那個地方是非常容易停電的 只要那個風高達八級或是十級以上 他這樣送你來 他就停電了 所以我小時候那年 可能就是從國小到國中那年 我都非常怕停電 我非常討厭停電 只要一停電呢 我就是蓋著被子 即便再熱 我都不會把被子拿掉 假設你腳沒蓋的被子 你覺得就是會彎著睡 那種感覺 你要很慶幸你小時候還沒長到一百幾 我那時候一百八就很難蓋了 畢竟是住三合院嘛 然後就是很黑那種 外面連路燈都沒有那種 你只能看到的是什麼 月光 是月亮帶給你的光 就是那種微微亮亮那種 好像很漂亮的感覺 但是外面其實是很漆黑的 連去上廁所都不敢 重點是什麼呢 以前不是每個家裡都會有手電筒 我老爸老媽以前不是都買手電筒 他們是用蠟燭 他們拿著蠟燭台 帶著我去外面上廁所 然後風一來 急了 而且一個重點是 小時候 我們那小時候 沒有所謂的小型電風扇 沒有所謂的這種東西 一按 就有風 然後會有電 小時候是怎麼 怎麼山風的你知道嗎 靠直擺 這樣子山 不管你多熱 你就是這樣山 那個程度 那個熱跟體驗完全不一樣 所以對我來說 我以前體驗過的颱風 跟現在的颱風完全不一樣 因為可能是現在我住在大樓 或是說 我現在住在比較 都市一點的地方 所以整體上不會有那麼強的破壞力 這是我小時候以前的經歷啊 對 我非常的怕黑 然後非常的怕地震 然後 我還非常怕鬼 好 現在就要來講我以前颱風天 最常吃的三種食品 你剛剛說的是什麼 我是都市的小孩 沒錯 你們是都市的小孩 來我們在鄉下的小孩 除了停電呢 颱風天除了停電 再來最怕什麼 停水 整身都是汗 然後黏黏的 然後不能洗澡 再來就是不能煮東西吃 這時候我們就要幹嘛 颱風天第一樣東西啊 不是第一樣 這是必備的 我們家必備的就是一定會有 礦泉水 這個只是示意圖而已 我隨便買的 所以我們家呢 在颱風天來之前 我們就會先蓄水 會有一個非常大的桶子 比我那時候 比我還要高 然後就在裡面全部灌滿水 才有辦法用 因為以前的颱風天 我的印象啦 是會讓我們外面 淹水的喔 整個淹水淹起來喔 會淹到小腿這個高度 好 現在我就來介紹 我小時候最常吃的 颱風天最常吃的三種食物 來第一種 這個大家已經吃過 排骨雞麵 這個東西應該是在家裡必備的喔 除了排骨雞麵 再來是馬鞍大餐 然後再來是一鍋盪 這些泡麵類的東西 維力雜醬麵 這些泡麵類的東西 家裡一定會有 在颱風天之前一定會買 為什麼 因為它好方便好煮 有時候 我老爸買來不煮 拿一包給我 當科學麵吃 然後就是 一個簡單的一餐啦 就是颱風天應急的食物 他再加一盒蛋 再加一包鳳丸 幾品 接下來就是這個 這個是我隨便買的 這個 示意圖 鹹蛋超人的咖哩包 飯呢 它比較好煮嘛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 把這個東西 拿去用隔水加熱的方式 或是用蒸的方式 給它回溫就好 就會有一個 好吃的咖哩飯 對那個時候來說 我是覺得好吃的 好嗎 好 第三種呢 冷凍水餃 為什麼會最常吃呢 在我們家以前就是 很常會把水餃放到冰箱去冰 對吧 冷凍水餃就是保存嘛 然後如果不知道吃什麼 就煮水餃來吃 那每當一停電 冷凍水餃就是 不冷凍水餃 所以我們就在當下 必須趕快把它煮來吃 每當一停電呢 我們就會開始 清理冰箱 你就會有兩種心情 第一種心情是 你會感謝老爸阿嬤 他們特別會保存食物 他們特別會保存肉餅 一整隻雞喔 一整隻雞喔 就是保存在裡面 冷凍在裡面 然後你就會 那時候就會覺得 哇 我停電我還可以吃到這些東西 也是蠻幸福的 第二種心情就是 哇 我吃不下 太多了 所以這三種 是我在我颱風天裡面 最常吃到的食物 現在的颱風 跟我以前體驗過的颱風 是完全不一樣的 阿嬤呢 它可能 以後對颱風的認知 應該只有颱風架 我要放假了 那颱風在帶來的影響 跟一些災害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去體驗到說 這個颱風 原來它是這麼有威脅性 我覺得就是要讓小孩子 去瞭解一下 颱風這種東西喔 不是說 你看起來好像外面無風無雨 好像沒怎麼樣 可是你到了一些影響 真正被影響的地區的時候 它開始有影響的時候 你想要躲的時候 你也躲不掉 現在住在都市 或是住在這種 已經比較高樓大 架在這種房子裡面了 他們體驗不到這種感覺 就像我們這些貓孩 他們也體驗不到 他們也覺得說 哇 看看窗戶外面的風雨啊 你看看它是在幹嘛 外面只是下個雨 欣賞外面的風景 對呀 外面只是下個雨啊 有那麼嚴重嗎 對不對 我想要讓大家了解的是 颱風是會帶來一些危害性 是會有一些災害 我想要讓大家了解這一點 所以我這期影片主要分享的是 嘖 我以前 嘖 真的是怕過來的 好啦 以上就是這期影片 颱風天 吃什麼 這三種東西 可能是大家最有印象的吧 我相信這三種東西 在颱風天是最常看到的 但 我也在颱風天吃麥當勞 OK 好啦 那我們這期影片到這裡啦 那我們下期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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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影片 我們下期影片 跟你們說 好 就在一起 我們下期影片 這個影片 跟你們說 可以了解嗎